新盘市场持续抢占关注 对二手房交易量产生了影响 然而在取消限购政策后 提振了各方面的置业需求 潜在买家仍然积极在二手房市场寻找心仪的房源 上周35屋苑的成交量略有回升 综合每年分行资料 过去一周全港35个大型屋苑和公路的68宗成交 按周回升接近两成 终止连跌四周的走势 依较去年平均每周的约54宗高出超过两成半 如果按照港岛、九龙、新界三区来划分这35个屋苑 九龙区表现优异 上周路的27宗成交 按周增加超过1.2倍 新界区方面 上周路的26宗成交 按周亦增加约4% 相反 港岛区上周路的15宗成交 按周下跌约两成半